人民日报点评表扬艺人 不是王曼玉也不是樊振东 刘国良再不行动就真的有点晚了 大家好我是孟瑶 欢迎来到孟瑶说 在视频开始前还是烦老喜欢咱国拼 支持咱国拼的球迷朋友 给孟瑶的这条视频点个赞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今天我们还是来聊一下国拼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视频赛上 我们国拼是拿到了四枚金牌 稍显遗憾的是 南双这枚金牌与我们失之交臂 但是在遗憾的同时 我们如果换一种思维 应该是感到庆幸 毕竟一家独大 对于乒乓球的发展来说 不是什么好事 这次国拼的一个主要目的 还是要练兵 为下一届奥运会做准备 所以这次我们看 很多的老将都没有来 来的一般都是年龄很小的选手 大部分都是20出头的年纪 年龄稍大点的 可能就是陈梦等为数不多的几名 就是希望这些年轻的选手 可以尽快的接过师兄师姐妹的一波 早日的扛起国拼新一届的大旗 那么国拼重将士也是不负众望 没有辜负刘国良的信任 用一场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一枚枚宝贵的金牌 来回应了刘国良的信任 那么国拼接下来有9名选手 将要马不停蹄的赶往新加坡 参加12月初举行的WTT 世界杯总决赛的比赛 这也是年度的一个收官大战 除了周启豪以外 剩余在本届世拼赛上 参加男单女单的选手 都已报名参加 世拼赛结束以后 有很多球迷在议论 这届世拼赛谁是咱国拼 发挥最好的一名队员 有的人说是王曼玉 毕竟获得了女单和女双 两枚重量级的金牌 也有人说是樊振东 在这次世拼赛上 男拼发挥不佳的情况下 顶住压力拿到了 象征着个人实力最强的男单冠军 给男拼争了不少面子 那么对于樊振东个人来说的话 他距离自己大满贯之路 又进了一步 目前拿到了世界杯 和世拼赛的两枚单打冠军 只要在下一届奥运会 获得男单冠军 就可以实现生涯的一个大满贯 王曼玉在这次世拼赛 获得女单冠军以后 也是朝着自己大满贯之路 迈出了第一步 这两名选手可以说 发挥的都非常棒 究竟谁才是本届 发挥最好的那名队员呢 我们球迷评论的话 会带有很多的主观性 你是王曼玉的球迷 自然认为王曼玉是发挥最棒的 你是樊振东的球迷 也会认为樊振东发挥的最好 无法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答案 只有象征着公平公正的官媒 才能给出中肯的答案 那么我们看 就在世拼赛结束以后 人民日报发了一条动态 着重的表扬了一名队员 不是樊振东 也不是王曼玉 而是本届世拼赛上 获得两枚金牌和一枚银牌的孙颖莎 那么对于孙颖莎来说 这是一次非常大的鼓励 我们都知道在奥运会结束以后 孙颖莎的状态一直不好 连续的被王曼玉 在全运会和世拼赛的女单决赛中击败 现在人民日报专门的只表扬了她 也是彰显了她的一个价值 同时也是对她的一个鞭策 我们都知道 孙颖莎在奥运结束以后 主管教练就辞职了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孙颖莎都是跟放养的孩子一样 处于近乎没人管的状态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得问一下刘国梁了 希望刘国梁能够尽快的给莎莎敲定一位优秀的主管教练 不能埋没了这么好的一个苗子 现在孙颖莎就个人实力而言 已经被王曼玉赶超了 如果再不系统的练习 再没有一个优秀的主管教练 来专门负责孙颖莎的话 那么到时候可能就会被后起之秀慢慢的赶超也说不定 所以现在刘国梁就应该行动起来 在WTT世界杯总决赛结束以后 就要敲定莎莎的主管教练 否则就真的有点晚了 我们也是祝福孙颖莎能够克服眼前的困难 让自己的球技能够更上一层楼 好了 本期的孟瑶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请你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